已經在廣東省進行了多次的自駕遊 卡洛斯今次就瞄準了江門的蓬江區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想法 只不過看看其他地方都去過了 而江門曾經經過過 但沒有下過腳 所以今晚就打算在蓬江區過夜 明天星期日才回到斗門 這裡已經是7點多了 找些東西吃,找地方住 央央視上廣東餐廳 不過晚上說沒什麼地方走 陳皮,燕窩,花膠,蟲草 這間玻璃屋 休閒 在玻璃屋 雪板黑椒,涼蛋白 很好吃 環境不錯 這間玻璃屋 食物都不錯,挺好吃 玻璃屋出來 這個叫做長堤廣場 李明里 這麼美的天橋 睡了一晚 八點多 幾多人買菜 現在我走到區頂歷史文化街區 昨晚我晚上就駕車駕到這裡 現在我入口再走 我們到區頂歷史文化街區 我們到這裡 區頂歷史文化街區 前面買雪糕 跟老闆聊天 這裏是江門的發源地 旁錶 在電視劇 又是旁錶 這裏是水街農貿市場 欣亭燒餅 很香 冰肉 豬肉 豆沙 叉燒 肉鬆 這貨樹真是厲害 這樣下來打個圈 不是蜜蜂豆 是燈 有電線乾 拿電 賣了菜 然後走到對面 挺有趣 走到老街 走到虛頂的歷史文化街區 昨晚拍攝在這裡 現在出發到東湖公園 先設導航 斜拍攝在那裡 這邊走到東湖公園 這麼大的公園 那些老人家在這裡 很開心 真的 一早就在這裡 親歡樂 這邊是唱月曲 這邊是打太極 真是角色奇色 好 走到東湖公園 進去拿一輛車